哈哈哈哈 少爷你醒了 少爷吃水果 少爷说好给人家按摩的 少爷人家肚子疼 你给人家揉揉嘛 这这是哪里啊 这是叶家别墅啊 叶家我重生了 前世 我被秘书扬命陷害 联合大哥叶浩轩 亲手将我推下天台 如今既然我回来了 你们一个个 都要付出代价 少爷你怎么了 没事 哈哈哈哈 来 本少爷好好宠信你们 少爷啊 现在去家族会议厅 没空 没看见本少爷正忙着呢嘛 这表 谁拿谁得 你好奇怪耶 你是在侮辱我们吗 一只手表 能值多少钱 不贵 也就八百多万吧 现在可以走了吗 八百万就这么扔水里了 大嫂还真是酷臭 少在这磨磨蹭蹭 老爷子已经等了很久了 老爷子 对了 今天是分家传的日子 老爷子定下三道考核 让我和叶浩轩竞争 确定财产归属 哎呦 起不来啊 要不然 你扶我 叶凡 我的耐心是有限度的 别逼我 找人把你拖过去 我的耐心也是有限度 你在外面偷人的事情 也不希望传得人景皆知吧 我听不懂你在说什么 上一世 我可是查到了他不少出轨的证据 没想到陈叔廷背地里那样放大 叶浩轩 你已经投顶了一片草原 不介意颜色再深一点吗 要想人不知 除非己莫为 扶我起来 我只是不想浪费大家时间而已 啊 叶凡放开 皮肤丝滑 香气沁人 你还真是极品啊 无耻下流的健胚 还不快滚去会议室啊 放开 等着吧 我迟早会征服你 叶家 叶家 我回来了 叶凡 你让大哥在这等了你半个小时 你懂不懂回去啊 也是 你就是一个低贱保姆生出来的野种 骨子里就是下等人的基因 你个野种 你敢打我 嘴臭 该的 我说的难道不对吗 你妈就是个臭保姆 要不是爸他一时糊涂 你 吵什么吵 像什么样子 爸 我老了 准备退休 也是百亿资产不能无主 我打算把它交给你们两个来打理 我会以三轮考核 来分配家产 每一轮 就会得到一部分资产 直至所有的财产分完为止 你们明白了 这第一轮考核 夜市集团最近营收大幅下降 濒临破产 我准备把集团全权交给你们负责 谁能解决 谁就能得到分公司夜市科技的全额股份 价值十亿 这介质可以调动夜家全部的资源 叶凡 你输定了 就这 也配当做考核 你现在吹牛逼怎么都不打草考啊 从小到大 你有过任何管理公司的经验吗 浩轩从小接受的是精英教育 对他而言 管理公司的确是小意思 你呢 贫民窟长大的野种 要不是老爷子把你接回来 还不知道死在哪个臭水沟里吧 在这里大眼不惭 你也配 叶凡 说听的话有道理 做人不能好高无援 如果你警钟失败 你一分钱也拿不到 所以呢 我给你准备了一条后路 这个卡里有一千万 你可以奉起家产 拿着它去安稳的度过余生 怎么样 选吧 唉 叶凡 咱们两个之间的实力 相差太大了 唉 如果我是你啊 我就赶紧拿着那一千万 灰溜溜的滚蛋呢 免得哪一天 穷困潦倒 喝死街头啊 一个平民窟长大的野孩子 跟浩轩比 没有半点胜算 从小我妈就教我 要做有把握的事情 刚刚还不是挺会吹牛吗 现在还不是认怂了 所以我选择 百亿家产 百亿家产 叶凡 你还真敢选呢 我会让你后悔今天做的决定的 你刚刚说的没错 我们两个之间实力差距太大了 赢你 太轻松了 叶凡 你太狂妄了吧 叶凡 选择一千万 难道不好吗 为什么要自取其辱啊 叶凡 好好珍惜你还是叶家少爷这几天的时间吧 等三轮考核结束 我全面接管了叶家的时候 像你这种出身卑微 又没有一技之长的废物 只会被我扫地出门 逐出家族 这话也是我对你说的 这个废物 我早晚要他好看 一千万呢 什么一千万 老爷子给你的一千万啊 你把这个钱给我 咱们就去先婚 我没有 我选了竞争百亿家产 什么 叶凡 你脑子有毛病吧 你一个不学无数 一无是处的顽固二代 拿什么给叶昊选争啊 你想最后一无所有被扫地出门是不是 你怎么就知道 我赢不了呢 你要是能赢 母猪都能上树了 叶凡 我现在正式通知你 我们分手了 我们分手了 叶凡 我知道你舍不得我 但是 好 我同意 你说什么 你不是应该 我不是应该什么 我应该苦苦地哀求你求你不要抛弃我 而你只会居高临下地审视我 说我们不是一个世界的人 我这样的私生子 永远也配不上你 而你攀上了新的富二代 不是我这种即将被赶出家族的穷鬼能比的 是吗 你 分手吧 叶凡 你会后悔的 凭老娘的资本 马上就能找到一个更好的富二代 而你 就穷困潦倒的度过一生吧 这废物这么自信 宁愿跟女朋友闹崩 摇根好轩少也争 不会真有办法解决公司危机吧 没想到重生一次连手机也带过来 这里面 可是保存着不少敌人的黑料 哼 有了这些 我看你们拿什么给我斗 至于叶氏集团的危机更是小意思 杨秘书 有什么事吗 叶少爷 您真有信心 能从大少手里抢过家产 能不能做到 关你什么事 我毕竟是集团总秘书 你和大少 无论谁隐 都需要我来帮忙管理集团 杨秘书不会以为 本少会重用一个强头草吧 想上山入火 就要先家投名状 什么意思 杨秘书 身材很好 多谢叶少爷 像你这样的女人 跪在地上爬的样子 一定很好看吧 叶少爷 请你注意言辞 我是叶氏集团的总秘书 不是你身边那种随随便便的女人 没错 像杨秘书这样的身材 确实是别的女人比不了的 私生子就是私生子 醋鼻下流 我还有更粗鼻的 要不要试试 保证让你大吃一惊 你放开我 你这个流氓 你再不放开我叫人了 好啊 你叫啊 让所有人都知道 你挪用公款 亏了几百万的事情 如果让老爷子知道的话 他会是什么反应 你说什么 我听不明白 你可以假装听不懂 如果你不是急用钱的话 你会病急乱投医 找到我吗 你怎么 你很希望我亲你吗 自作多亲 没关系 你可以不承认 我会等到你 求我亲你 叶凡 你死了这条心吧 我就算是亲一条狗 也不会亲你 我相信那一天很快就会到 走吧 公司效益不太好 这个问题很好解决的嘛 你有办法了 当然 从经济学的角度来说啊 最简单的方法就是 财圆 先定他个小目标 财掉他六千人 少发六千人的工资 财报不就好看多了 这个呀 就叫做 财圆 广 清 好 各位 手里的活都停下 我宣布个事 大少爷好 大少爷好 我宣布 你们整栋楼的人 都被裁了 收拾收拾东西 走人吧 什么 我们被裁了 不可能 我兢兢业业为公司十一年 你现在给我说开 赔偿呢 我们要N加一 要不然就去劳动众裁你 对 N加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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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好好 想要补偿是吧 出门 左转就是法院 不过呢 去之前 你们好好考虑考虑 自己能有几分胜算 哈哈 五分钟内 都给我滚蛋 这是去哪儿啊你们 这是去哪儿啊你们 二少爷 什么二少爷 姓叶的没一个好鸟 就是 这个叶凡一向不学无术 这次过了 没准又憋什么坏呢 叶凡 整栋大楼的人 都被我裁了 你呀 来晚一步 我倒是觉得时间刚刚好啊 浩萱已经提前把这些员工全都裁干净了 你这个时候来 吃屎都赶不上热乎的 赶紧给我滚开 别挡老子的路 想走可以 不过你们最好把我的条件听完了 免得以后后悔 我们已经被开除了 已经不是你们夜下的人了 你在这儿装什么装啊你 我给你面子你是我们二少 不给你面子你他们算什么东西啊 全体员工升职加息 你说什么 我刚刚说全体员工升职加息 听懂了吗 你要是能给我们所有人升职加息啊 以后你就是我爹 二少爷你说的是真的 这是合同 每人都有 我月薪涨了八千 还升了一千 我月薪涨了一万三 夜少还给我分了公司股份 我涨了两万二 夜少不 从今以后啊 你就是我亲爹 凡少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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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人有意义吗 还有人有意义吗 没有 什么没有 我他没有 滚 你有有个屁用啊 我宣布 所有员工升职加息 立即执行 凡少爷 凡少爷 谢凡 你是不是脑子有病啊 现在整个公司资金链都快断了 你现在给他们涨心 你是想拖款夜市是不是 全体加息 你知道这会给公司带来多大的成本压力吗 我说你们这些人能不能有点良心 所有员工跟着公司奋斗了十几年 长个工资怎么就这么难呢 外面猪肉都已经翻倍了 还给人家发着四五千的工资 你们好意思吗 啊 二十位说的对 永远支持坟地 耶 你等着 我现在就给老头子打电话 看他怎么收拾你 嗯 哼 老爷子让你接电话 什么老爷子 不收 你 你这个逆子 吵死了 我的 那他妈是我手机 你 还有个事我宣布一下啊 为了体现公司的人文关怀 我宣布 今年的年终奖翻倍 另外 大家可以把自己的家人介绍进叶氏 一起工作 如妻女 我叶家养之 我 太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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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还以为你真有什么本事 原来是临死前发疯 想拖快叶氏 叶氏 叶凡 叶老爷子还在世 叶氏集团轮不到你指手画脚 我告诉你 等这场闹剧结束了 到时候你一定会被赶出叶家 你就会像一条野狗一样 在街边摇围乞讨 大嫂就这么确定 我会被老爷子赶出家门 不如我们打个赌 如果这第一轮比试 我输了 我任你处置 如果我赢了 大嫂穿着女仆妆来见我 啊 叶凡 我向你保证 到时候你就会像一个登徒子一样 围着叶氏大楼 裸奔 可惜大嫂永远都看不到 你完了 老爷子就在来的路上 你到时 把嘴给我闭上 接下来 看我的表演 李总监你在等什么呢 放心 今日的新闻头条 都是二少爷的 真有魄力啊 发布 叶氏营收额分贝 全员掌心 是 叶凡你疯了 三秒钟 我让叶氏的危机 迎刃而解 三 创神弄鬼 你闯大祸了 老爷子过来 立马就把你竹树家族 二 你就等这叶氏大楼下面裸奔吧 一 叶氏集团骨架在疯涨 整体市值 上涨了三百亿 什么 这怎么可能 你耍仗 你能不能有点脑子 我一直在你身边 我怎么耍仗啊 难道我能控制 纳斯达克股市啊 你 樊少爷 全国的知名企业 都赶过来了 争先恐后 要和我们叶氏集团合作 这跟他叶凡有什么关系啊 一定是老爷子想到办法 解除了公司危机 可是新闻上头版头条 都是叶氏集团全员掌心 导致股价疯狂上涨 大家都看好叶氏 所以才争先恐后的来合作 什么 樊少 樊少 这是我们仲泰集团的五千万合同 我们网云集团六千万 我们一网集团八千万 八千万一边呆着去 我们猫月集团六亿合同 樊少跟我们合作 你先跟我们合作 先跟我们合作 跟我们合作 区区几个亿算个屁 想跟本少合作都去排队 从法国开始排 叶浩萱 你输了 服不服 我 以后见到我叶凡啊 把头低下做人 你 好了 我去找老爷子 接手夜市科技了 哦 对了 大嫂 我们的赌约 记得履行一下哦 樊少 等到我 啊 你们打赌了 你又赌什么了 哦 一点小钱而已 啊 夜市科技 是你的了 爸 不行了 闭嘴 不爽的话 那就带后面赢回来 夜家百亿家传 这只是十分之一 我等着下一次考核 恭喜樊少爷 你 你 提什么 他赢了夜市科技又能怎样 炒药 在里面站不稳 杨密 董事长 夜市科技的事儿交给你去处理 保证万无一失 是 下次考核 我会用夜市影业的一半股份来进行奖励 条件是谁能拿到城东新区的影视城项目 我给你时间去疏通 三天后再同知夜凡 这百亿家产本来就是给你的 之所以要进行考核 是想让你证明自己的能力 这次我给你三天时间 你总能赢了吧 爸 你放心 这次绝对万无一失 我就知道爸最疼的是我 夜凡你输定了 先生你好 请问你要看哪一款车 哦 我不太懂车 随便看看 这样啊 那你看看这辆 我们店里最便宜的车型 只要两千万 确定这辆是吗 把你们店里最好的商务 超跑SUV 各来一辆 刷这个银行卡 没有密码 先生 您稍等 我这就去给您办理 这个 是我的联系方式 有需要的话联系我 樊少爷 刚才怎么不等人家呀 杨秘书有什么事吗 樊少爷不是说好 带人家挣钱吗 怎么这么快就忘了 你不是不信我 樊少爷 樊少爷 我下次一定相信你 晚了 机会 我只给人一次 拿夜市科技做交换 怎么样 老爷子没诚心想让您接手 我可以帮您 夜市科技 你 早已是我囊中之物了 好啊 叶凡 我说你怎么舍得跟我分手 原来是有别的女人了 原来是有其他女人了 我跟谁在一起 关你什么事啊 请你注意言辞 你也是瞎了眼 怎么会看上这个废物啊 不是所有人都跟你一样 屈颜复视 目光短浅 叶凡 你骂谁呢 我说的不对吗 你不就是见前眼开 屈颜复视的下贱母狗 你 死生子就是死生子 下贱卑劣 尚不得台面 侮辱樊少爷 真是该打 谁给你这么大胆子 啊 敢打我女朋友 你敢打我 你是谁啊 听好了 我 夜市集团的商务总监 秦学李 以夜市集团在豫州的影响力 别说我就是扇了你一巴掌 就是我今天把你绑了 送到床上 你也只能脱衣迎合 别无选择 夜市集团的商务总监 咋 害怕了 还不赶紧跪下 给我女朋友道歉 不要你跪在我面前 把我的鞋舔干净 你们就算不怕我这个夜家费上 那你们知道他是谁吗 我管他是谁 还能是夜市集团的总裁秘书不成 跪下 道歉 你还真说对了 他就是夜市集团的总裁秘书 杨秘 他就是夜市集团的总裁秘书 杨秘 他 杨秘 虽然我没有见过杨秘书 但是我也知道 那杨秘书是何等高傲 何等优秀之人呢 又怎么可能像他这样 一个瞎了眼的贱女人一样 给你这个废物七少当小三啊 三分钟 我要看到秦玄礼的离职手续 我去你呢 跟我这装什么呢 真以为我是下大大呀 同样啊 我也给你三分钟 跪下 恳求我的原谅 今天晚上好好地服侍我 伺候好了 没准我还能给你点小小的奖励呢 秦少 你怎么能当着我的面 说这种话呢 你们俩一块看看谁的技术好 赢了 重重有赏 那我肯定把你伺候好 夜市集团居然还有你这种助手 回去之后 我一定会彻底轻察 死星不改 三分钟很快就到 何不再等等 等什么呀 难道他还真能一句话把我开除不成 总监 秦玄礼 你被开除了 卷铺该走人吧 秦玄礼 你被开除了 卷铺该走人吧 总监 为啥呀 你说为什么 杨秘书亲自下的命令 你自己想吧 你真是杨秘书呀 我之前不知道是您 您看我 我这两年也为夜市集团尽身尽力了吧 没有功劳也有苦劳 你放过我呗 别呀秦总 您刚才不是说 要带我去开房 把我绑在床上吗 我都准备好了 杨秘书 我我我口出狂言了 我错了 我错了 还有你 不是说 骗我把你的鞋舔干净吗 杨秘书 我为刚刚的事 向你道歉 但是有一件事 我无必要告诉你 这个叶凡 根本不值得你出手相助 我和他好了三年 他是什么样的人 我最清楚 懦弱无能 除了叶家私生子的身份 一无所有 最近叶家两兄弟在竞争家产 我敢断定 这个废物 一分钱都拿不到 我是叶氏集团的总秘书 你的意思是说 论对两位少爷的了解 我还不如你 这 凡少爷 才是能继承百亿家产的真龙 这怎么可能 我才不信呢 先生 这是您的购车合同 根据您的需求 共三辆 分别是 凡拉利488 劳斯莱斯幻女 和劳斯莱斯库里兰 总共一千八百万 这些 都是你自己买的 这些 都是你自己买的 凡少爷是顶级的操盘手 一天 就通过股市赚了两千万 买这些车还有难度吗 一天赚两千万 你喜欢钱 我有 你喜欢豪车 我也有 你喜欢大别墅 我更是挥之极来 你喜欢那一切 我都可以轻而易举地得到 本来这一切 我都可以给你 只要你对我忠诚 叶凡 我跟这秦雪里 都是逢场作戏的 我心里真正爱的人 一直都是你啊 和你分手 只是为了激励你 你看 多亏了我 才激发了你的潜力 赚这么多钱啊 你疼不考验了 我们喝好吧 叶凡 我有诚意 只要你跟我和好 什么我都答应你 乔冰月 你敢背叛我 你个见钱眼开的贱女人 秦雪里 你这个死胖子 也不撒泡尿照照自己 看看你这一脸猪样 你觉得我会真的喜欢你吗 跟叶凡比 你连条狗都算不上 我告诉你 我们分手了 我这辈子 都是叶凡的女人 你赶紧滚 叶凡 你想要我做什么 都可以提 好啊 这些都是你自己买的 樊尚也是顶级的操盘手 一天 就通过股市赚了两千万 买这些车还有难度吗 一天赚两千万 你喜欢钱 我有 你喜欢豪车 我也有 你喜欢大别墅 我更是挥之极来 你喜欢那一切 我都可以轻而易举的得到 本来这一切 我都可以给你 只要你对我忠诚 叶凡 我跟这秦雪里 都是逢场作戏的 我心里真正爱的人 一直都是你啊 和你分手 只是为了激励你 你看 多亏了我 才激发了你的潜力 赚这么多钱啊 你疼苦考验了 我们和好吧 你以为你是谁啊 想分手就分手 想和好就和好 叶凡 也不是不可以考虑 不过 得看看你的诚意 我有诚意 只要你跟我和好 什么都答应你 乔冰月 你敢背叛我 你个见钱眼开的贱女人 秦雪里 你这个死胖子 也不撒泡尿照照自己 看看你这一脸猪样 你觉得我会真的喜欢你吗 跟叶凡比 你连条狗都算不上 我告诉你 我们分手了 我这辈子 都是叶凡的女人 你赶紧滚 叶凡 你想让我做什么 都可以提 好啊 你这是什么意思啊 意思是 你可以滚了 你怎么这样 你当然要跟我和好的 我什么时候答应你了 你 你是在等我对不对 你说过的 只要我有诚意 你就跟我和好 人家现在已经戏好早了 随时都可以给你的 你也说了 我只是考虑一下 我现在考虑好了 我决定 不跟你复合 听懂了吗 叶凡 爸爸我不要了 我只要你跟我和好 好不好嘛叶凡 不好意思啊 我只是想玩弄你 叶凡 你怎么变成这个样子了 我记得以前 你对我又温柔又体贴 现在你怎么这样啊 以前我对你温柔体贴是我犯贱 这种错我只会犯一次 不会再犯第二次 滚吧 叶凡 最后说一次滚 今晚不属于你 叶凡 你该死 快了 门没锁 大嫂还真是准时啊 那 我们就开始吧 叶凡 我劝你别异想天开 我今天来就是想要告诉你 退出家产争夺 否则你是不会有好下场的 大嫂 你这样让我很失望啊 看来你还是没明白自己的处境啊 我这里 可是有你偷男人的录音呢 你跟浩轩是竞争对手 你觉得 就凭你这些伪造的假录音挑拨离间 浩轩就能相信你了吗 言之有理 言尽于此啊 实相的 你就乖乖的 王浩 男 22岁 在一云集团工作 萧阳 男 23岁 家住西城区南岸京都 徐杰 男 22岁 已婚 哇 大嫂 表面上这么端庄贤惠 私底下玩的可真花呀 我听不懂 你到底在说什么呀 还装傻 叶浩轩每个月给你的钱 有一半 你都拿去包养小白脸了吧 你怎么会有这些东西 怎么有的不重要 重要的是 你要拿什么封我的口呢 你开个价我可以给你钱 只要你能把这些东西销毁掉 我多少钱都可以给你 是吗 那我要十个亿 叶凡 你不要钱人锁南嘛 我根本拿不出这么多钱的 那就没办法 你到底想我做什么 大嫂 你知道我想要什么 女仆装 带了吗 好 我穿 只要我满足你这个要求以后 你就把所有的证据全部销毁掉 大嫂 我们都是成年人 说话不要这么幼稚好不好 怎么 你想白白吃下我呀 对 就是白吃 叶凡 你不要痴心妄想 我告诉你 要么 我穿女仆装 你销毁证据 要么 别想满足你的要求 我告诉你 我陈淑婷也不是什么好惹的 陈淑婷我告诉你 我不是在跟你商量 我是在命令你 你今天敢走出这道门 我保证你的照片 会传遍玉州的大街小巷 也一定会传到叶红卓和叶好轩的手上 叶凡你无耻 我就是无耻 你是满足我的无耻呢 还是拿上你本就不清白的身体 来赌上你的前途 一分钟 给我答案 等等 你还要做什么 不用去我室 就在这换 你 你的时间有限哦 你的身材真的很棒 过来 叶凡 你别得寸进尺 我不得寸进尺让你穿这身衣服的意义何在呢 我不仅要得寸进尺 我还要一而再再而三的得寸进尺 放开 我告诉你 浩轩他迟早 会赢得家产 到时候你就会输得一无所有 我也有一万种办法来折磨你 让你生不如死 就那个废物还想赢我啊 做梦呢 无耻 很软 很香 臭流氓 还跟我装呢 叶浩轩平时根本就满足不了你吧 其实你的内心非常渴望被满足 无论是夫妻生活 还是豪门阔胎 他都给不了你想要的 好好想想吧 我等着你主动的那一天 舒婷 怎么了 不开心 没什么 老婆 走 我让你开心一下 叶浩轩 你能不能有点伤进心啊 整天就琢磨你那几分钟的事情 你们夜市集团百亿资产 你到底还想不想要了 老婆 你就放心吧 爸都安排好了 保证让叶凡在夜市科技寸步难行 整天就指望着你爸 你能不能有点本事啊 我当然了 我正在打通城东新区的关系 到时候啊 轻轻松松 就能赢了叶凡了 叶浩轩我告诉你 要是哪一天没有赢他 别想碰我 该死的叶凡 我一定赢你 舒婷身上怎么一股烟味啊 学我抽烟了 哼 杨秘书啊 他可是叶家的少爷 咱们这样真的可以啊 您放心 为难他 是老爷子授意的 唐真 废话我就不多说了 想必大家都知道我的身份 关于夜市科技的未来 大家有什么建议 都可以说说 我就明说了吧 叶凡啊 你年纪尚轻 资历尚浅 董事长这个位置啊 你还不配 你是 夜市科技总经理 赵德佑 樊少爷 董事长这个位置 不是你想象中那么简单 想做稳得有人嘛 有人支持 你才是董事长 没人支持的话 你屁都不是 没错 你呢 年纪轻轻的 又没有什么资历 要是把夜市科技交给你 恐怕三天就倒闭了吧 所以呢 为了公司的利益 为了在座各位的前途 我提议 让浩轩少爷 担任董事长 我服役 服役 服役 看来两位是要逼宫啊 樊少爷 我们可不是这个意思啊 我们只是实话实说而已嘛 对啊 我们大家呢 只是正常的商业选举 只是你自己 不光狭隘 孤陋寡闻 所以才会觉得 我们大家在针对你 你要是有什么不满呢 你大可也去找老爷子去告状啊 对不对 逼宫就是逼宫 装什么呀 当条狗 还要遮遮掩掩掩的呀 叶凡 请注意你的言辞 樊少爷撒泼甩来 只会让你自己颜面尽尸 如果没有那个能力呢 就乖乖的退位 别到时候自取其辱 说完了吗 说完了又怎么样 没说完又怎么样 没说完呢 我就再让你过过嘴瘾 说完的话 我就可要动手了 叶凡 你他妈中死 叶凡 你他妈敢打我 宝安 宝安 把他给我轰出去 你他妈也不看看 你他妈什么身份 一个登不上台面的私生子 也他妈想的都是掌 白日做梦 把他给我拿下 他要造反 你们也不想干了 有我照着 你们怕什么 照着谁呀 自身都难保了 这是 夜市科技近三年的财务报表 经过核对 有超过一个亿的大额资金去向不明 这是你父母的银行账户 近三年 有持续不断的 来源不明的大额资金转入 像这样的资料 我还有很多 赵总 想看吗 我保证 没打开一个文件 赵总的刑期 就会增加一年 叶凡 你怎么会有 我怎么有的不重要 重要的是 赵总要清楚 偷窃公司大额资金 应判十年以上 三十年以下有期徒刑 樊少爷 求求你放过我吧 这么多年 我没有功劳 有苦劳啊 樊少爷 以后 我一定 为您 马首是真 求您给我一次机会 樊少爷 我求你了 求你了樊少爷 你叫韩文清对吧 樊少爷 都是他指使我干的 樊少爷我再也不敢了 樊少爷我不敢 我再也不敢了 樊少爷 张欣杰 樊少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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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刚才跟您开玩笑呢 以您的能力啊 当董事长 那是绰绰有余吗 是吗 樊少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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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范少爷 我是会给你机会的 但是警察给不给 我就不清楚了 什么 警察 警察叔叔 赵总 我来之前 也不知道您会给我跪一下 我就提前把证据 交给了警察叔叔们 叶芳啊 你耍我 我 哎呀 您才知道 我在耍你呢 叶芳 你阴心狡诈 不当好死 还有谁 认为我不配当董事长啊 范少爷能力过人 实在是当董事长的 不二人选啊 有范少爷作战 夜市科技 必定蒸蒸日上啊 范少爷人中龙凤 我等言听计从 绝无二心 对啊对啊 是啊是啊 既然各位都没有意见 那会议就到此结束吧 如果有事报告的话 可以去我的办公室找我 进 范少爷 我 杨秘书有什么事吗 范少爷 还请您再给我一个机会 只要您肯放过我 我以后 一定对您言听计从 那就先让我看看诚意吧 老爷子 没打算让您赢赌约 我是他的秘书 我可以当您的内衣 不够 没有你 我一样可以 我也是诚意的一部分 范少爷 还满意吗 那得让我看看 你能让我满意到什么程度 我一定尽最大努力 取悦你 不用了 我喜欢看细节 不得不说 老爷子选女人的眼光 还是很好的 很好 杨秘 只要你忠诚于我 你的辉煌不可限量 那些资料也一定都会烂在电脑里 当然 你要是背叛我的话 我保证 你的下场会比赵德佑还要惨 范少爷请放心 以后我就是您的狗 口说无凭 用行动证明 去吧 对了 范少爷请吩咐 杨秘书在外面欠了不少外债吧 这里有三千万 把你屁股给我擦干净 以后股票不要乱买 跟着我买包转 范少爷 这不够 哈 你到底欠了多少钱 两亿 两个亿 两个亿 你怎么做到的 朋友说有内幕消息 股票包转 结果我就把公司的资产拿去抵押 借了高利贷 谁成想全都溃进去了 抵押两个亿 你把什么给抵押了 是 什么意思 这办公室 夜市大楼 你牛逼 先把这些钱给还了吧 只要你以后老老实实的跟着我 剩下的钱我来搞定 多谢范少爷 两个亿 牛逼 爸 你不说夜房会灰溜溜滚出来吗 现在怎么回事啊 一天时间他就把赵德佑拿下 彻底掌控公司了 老子用的找你来教训 要不是你个废物输给了他 能成现在这种局面吗 那夜市科技就这么给他了 慌什么 区区一个十个亿的公司而已 你把后面的款和都赢下了 不就行了 自乱阵脚 我咋生了你这么个废物 我让你联络城东影视城的相关的关系 你做的怎么样了 爸 全都做好了 范城主啊 收录三百万 已经是咱们的人了 只要您一句话 我立马就拿下城东的影视城项目 做的不错 那我现在就通知叶帆 进行第二轮的考核 这次的赌注是 夜市影业一半的股份 战业市总资产的三分之一 你要是再给我输了 你就跪着快来见我 爸 你放心 这次 叶帆绝对没有任何机会 叶帆 第二轮考核开始 条件是 城东地皮 我知道了 樊少爷 不好了 我这边得到消息 叶昊轩 已经花钱打通了所有环节 他花了三百万 买通了范城主 这次考核对您十分不利 叶昊轩 你不会以为提前打通好关系 我就束手无策了吧 樊少爷 您这是有办法 当然 你好 警察 刚刚那个人开的哪个房间 房卡给我 房卡给我 先生 我没有看清您的证件 能不能 快点 那可是连环杀人凶手 让他跑了你负责起责吗 是三楼 1302 还有 这是重大刑事案件 要严格保命 好 好 哎呀宝贝想死我了 你都好久没来找人家了 哎呀都是家里面的黄脸婆管的盐 我这不来了吗 你还是那么香啊 死鬼快去洗澡 哎呀我忍不了了 哎哩哩哩哩哩 猫 我来了 你谁呀你 真是精彩呀 你说对不对啊饭成主 你谁啊 你呦你 你真是精彩呀 你怎么进来的 燕凡 Anh 有点事情 想找范成主聊聊 燕嘉那家私生子 不不哟吗 !", Witcher 你谁啊 走了渡凡啊 叶凡 先把视频交出来 有什么事好商量 要不然 我范德彪身为一城之主 也不是那么容易受人威胁的 就这态度 范城主能有今天的地位 全靠岳父提醒 如果把今天的事情爆出去的话 范城主有什么后果不用我提醒吧 叶凡 咱有什么事可以好商量 说吧 要我怎么做 才能保证这些东西不泄露出去 早这样不就好了吗 这件事情很简单 叶浩轩城东影视城的项目 给我 不行 你要其他的合作 我都可以答应 城东影视城 我已经答应给叶浩轩了 让给你 没法跟他交代 怎么交代是你的事情 把项目给我 范城主就还是范城主 如若不给的话 那我就不能保证 范城主明天是什么身份了 叶凡 你不要让我为难好不好 你换个随便什么条件 我都可以满足你 我的时间有限 三秒钟给我答案 叶凡 我可以给你很多特权 谁也免息贷款怎么样 三 三 只要我在一天 你名下所有企业 顺手减半 这已经是很大的优惠了呀 二 叶凡 你不要逼人太慎了 我可是一城之主 一 唯 我实名举报 欲成城主 叶凡 我答应 我都答应你 哎呀 太着急了 号码都还没拨出去呢 你 哎 哎 范城主 那我们就说好了 好 成东有这场项目 归你了 多谢范城主 以后 合作愉快 范城主放心 叶家能给你的 我也可以 而且更多 区区五百万 不成敬意 多谢范少爷 叶凡 这次考核 我已经有了万全把握 你输定了 你一个手下败将 有什么资格在这里 阴阴狂吠啊 叶凡 上次你不过是运气好 侥幸赢了而已 这次 我会让你知道什么叫 真正的实力 既然你这么自信 那我们明早 就来决胜负吧 好 我在叶家等你 我什么都准备好了 就差签合同 叶凡这个废物 还敢跟我狂 你说他哪来的自信呢 这不叫自信 这叫愚蠢 还以为他真有什么本事 没想到 还是运气 既然他想输 那我就让他脸丢个劲 到时候 看我怎么把他踩在脚底下 这么想赢我呀 只可惜 你们今天做不到 不 你们永远都做不到 叶凡 你别太嚣张了 今天你死定了 大嫂 我的销伤才刚刚开始 装 叶凡 你接着装 我吃话告诉你吧 上下关系我早都打点好了 这次 你们有半点机会 夜市营业市值八十个亿 是叶家的核心产业之一 就算是一半的股份 那也是四十亿市值 不是你手里这个夜市科技能够相比的 五分钟之后 范城主就会赶到 要当面语后宣签订合同 夜凡啊 这次你输了 那就等范城主来了再说吧 我跟范城主的私交也不错 说不定 他能把城东的地皮交给我呢 白日做梦 范城主要是能把影视城项目给你 我倒立吃屎 少在这儿骗吃骗喝啊 你 你要真这么自信 不如我们打个土 如果你输了 让他 陪我两个小时 叶凡 你找死是不是 怎么 不敢啊 刚刚不还言之凿凿 胜券在握吗 叶凡 打赌可以 但是赌注得换 我才不 行 我答应你 你说什么 你放心 这次一定能赢啊 那你说说 要是你输了怎么办 任你处置 好 要是你输了 我要你交出夜市科技的所有股份 并且主动放弃后续家产争夺 上当了吗 后悔了吧 格局这么小啊 什么意思啊 在我心里面 再多的资产 也不如大嫂的两个小时 你够了 成何体统 叶凡 你输定了 我实话告诉你吧 范城主已经收了我三百万 答应把城东影视城的项目给我了 商场如战场 你倾听冒进 该有此书啊 不就是侥幸赢了一次吗 就在这里洋洋得意 盲目自信 叶凡 现在整个夜市的家产 都是我的了 范城主还没来 合同还没签 你高兴得太早了 行 我这次就让你输个心服口服 范城主范城主 来来来来 快快快 请坐 请坐请坐 叶凡 你个不孝子 还不快站起来迎接城主 就是 懂不懂归去 好了 有事说事 范城主 请你大声地告诉这个 不知天高地厚的私生子 城东影视城的项目 是不是我的 城东影视城项目 归叶凡 听到了没有 听到了没有 城东影视城的项目 项目归谁 我说 城东影视城的项目 归叶凡 你胡说八道什么呢 影视城项目不是说好了给我吗 你现在给我别挂 范城主 你这是什么意思啊 我的意思很清楚 影视城项目 就是叶凡的 嗯 听清楚了 影视城归我 范城主 多谢啊 范特彪 你怎么找死是不是 钱我也给你了 酒你也收了 前前后后我一共花了三百多万 你现在跟我说 影视城的项目归这个私生子了 你是不是不把我叶家放在眼里啊 你倒是说话呀 是不是我堂堂叶家大少 在你眼里 还不如这个私生子啊 你他妈疯了是不是 叶浩轩 你给我搞清楚 你们想拿城东地匹 是有求于我 你肯打我 影视城项目归谁是我说了算 敢打我 你们叶家是不是不想再遇成混了 范城主 范城主 喜怒喜怒啊 浩轩只是一时冲动 他不是这个意思啊 嗯 好了 影视城归我 这一局 我又赢了 叶浩轩 遵守赌约吧 谢凡 你到底用了什么见不得人的手段 我的手段见不得人 你们的手段就见得了人了吗 怎么现在是想赖账吗 老子就是不认账了 你能怎么样 扣了 夜市营业的股份我会给你 但是你之前拿了我一个亿 这一个亿能顶2%的股份 现在归你了 不过夜市营业的股份 我只能给你47% 怎么样 老头子之前给了叶浩轩和陈淑婷 每人2%的夜市营业股份 他只是不想我股份过半 威胁到他的地位 好 就这么定了 看什么看 拿了合同赶紧滚蛋吧 你忘了我可没忘 咱们的赌约该履行了吧 没什么事的话 你们就赶紧出去 我还等着跟大嫂过二人世界呢 夜凡 你别太过分了 赌约是你亲口答应的 我有什么过分的呀 那我今天还就告诉你 老子就是打算反悔了 你能把我怎么样 夜少 你是不是忘了 本城主还在这儿 范城主 你要帮他 我欠樊少爷一个人情 你要是不遵守承诺 我整你的办法可多得很呢 小范的 你走 给我滚出去 爸 滚了 夜凡 你但凡有些良知的话 应该知道 舒婷是你的大嫂 如此佳人 是乃春宵枯短呢 我就不打扰樊少您了 大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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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叶凡 要干什么 干什么 当然是跟大嫂过二人世界啊 这次可是叶浩勋 亲手将大嫂送到我手里的 就算我在这里把你办了 他也不会说什么的 放手 谢凡 你该死 叶凡 继续 大声点大嫂 我就喜欢你叫给叶浩勋听 叶凡 你住手 叶浩勋把你当作赌约的时候 可没有半点心疼你 你又何必为了他守身 跟着这么一个废物男人 你的未来 有什么前途 他是叶家大少 我跟了他 可以拿到叶家 百亿家产 百亿家产 那现在还剩多少呢 老爷子偏袒他 一直暗地里帮助他 那他又赢了几次 我只要再赢一次 他就一无所有 被扫地出门 你跟着这么一个废物 能得到什么 况且 以叶浩勋的身体条件 根本就满足不了大嫂对男人的需求吧 否则 你又何必去外面找男人呢 你这可 严禁于此 大嫂好好考虑吧 你不动我 我等着你 主动爬上我床的那一刻 大哥 虽然你经商不行 但是你选女人的眼光嘛 虽然你 谢凡 我弄死你 我 我 我 出来混 挨打就要立正 怨赌就要服输 大哥 你这样有点太玩不起了 你等着 下次我一定弄死你 我等着下一次的考核 你 我 你是怎么取悦叶凡的 有手 有嘴 还是你的身体 你说呀 放开 什么都没有 什么都没有 你个贱人 你以为我会相信你说的话吗 给我戴绿帽子 我今天胡胡掐死你 触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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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要杀了这个贱人 独处 难道不是你答应的 可是我咽不下这口气 叶昊轩 我不管你相不相信 我跟叶凡什么事情都没有 你什么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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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给我闭嘴 有了钱 什么样的女人你没有 更何况 这间房子 干净整洁 一点意味都没有 叶凡也未必 趁就干了什么 老婆 对不起 我刚刚冲动了 别生气 滚开 还是想想正事吧 你已经连续说了两次了 叶家近半的资产都给了叶凡 我本想借这个机会给你铺路 没想到你竟然这么没用 我还怎么放心 把叶家的资产交给你 爸 这次是个意外 范道标已经还清了叶凡的人情 您再给我一次机会 这一次 我一定让叶凡输得彻彻底底 机会吧 不是不能给你 但是你必须保证 做到万无一失 你放心吧 这次 你就把考核内容提前告诉我 我把事情先办好 最后再告诉叶凡 我就不相信 这板上钉钉的事情 他还能赢 我就不相信 这板上钉钉的事情 他还能赢 看来也只能这样了 考试的内容等我想好了 我再告诉你 老婆 刚刚都是我的错 上次你看上的那个包 我给你买了 别生气了 好吗 叶昊轩 都是你这个废物没有用 要不是你输给他 我用得着受这种侮辱吗 跟他这个混蛋在这独处 被他搞头调戏羞辱 你觉得我喜欢这样吗 到时候这个事情传出去 是你脸上有光 还是我脸上有光啊 是是是 老婆教训的事都是我的错 老婆你放心 我一定会为你出这口气的 你怎么出气啊 呃 你都输给他两次了 你等着吧 不出三天 叶凡那个家伙 必定上门求我 就是这些 嗯 喂 什么 好 发生什么了 咱们集团的几个顶流 在一号轩的鼓动下 纷纷提出解约了 解约 这个正双 因为来看流星雨爆火 是最近几年来 吸睛能力最强的女艺人之一 也是咱们公司的头牌 那个 吴一帆 当红小生 华夏有嘻哈 受热议就是因为她 那个更厉害了 李佳琪 是带货主播界的一哥 个人年收入就有十八点五亿 而且 每年还能为我们公司 带来超过五百亿的流水 你们 要解约 没错 良情责目而期 叶老板 如今我们有了更好的选择 你不会要阻止我们吧 这三人 一个 因为带运偷睡被彻底封杀 一个强奸坐牢 还有一个仗着自己抓住了封口 就嘲讽广大百姓 一夜间把自己名声搞臭 掉坟百万 叶浩轩把他们抢走 等着倒霉吧 怎么会呢 你们要走 我高兴还来不及呢 滚吧 少爷 你说这话什么意思啊 你瞧不起我们 没错 我还就是瞧不起 你们不会真的以为 你们是凭自己的本事 做到年收入几十亿的吧 郑小姐 吴先生 你们 有演技吗 李先生 以你现在的名气 到底是靠资本捧起来 还是自己的个人能力 强到一个人 能强过一个企业 自己心里有点数吗 事实就是 我们能做到一年几十个亿的利润 而且 会越赚越多 但叶老板你 离了我们 恐怕日子也不会好过了吧 像你这种 连避税都不会的老板 根本留不住人才 就是啊 而且 这规矩还这么多 我线下和女粉丝 深入交流怎么了 你请我愿的是 管得着吗你 这么多年 我一直努力工作 我不就是为了涨点工资吗 既然你不给涨 那只有一拍两三咯 郑小姐 避税是避税 违法是违法 再这样下去 迟早要坐牢 你咒我 吴先生 我劝你还是积点得吧 你的粉丝可都是一群年轻的小姑娘 早晚要搞进去 你在教我做事啊 李先生 你三天前才找过我 现在又来 我还是喜欢你当年 一次是十几根口红真成的 而不是现在 不是要解约吗 赶紧滚蛋 叶凡 有你好悔的那天 不送 李先生 周小姐 樊少爷 他们三个走了 对我们公司来说 可是重大打击 他们三个走了 对我们公司来说 可是重大打击 重大打击 不 这其实是一件好事 好事 好在哪儿啊 这三个人面相不正 有财运却无横彩 报复之后守不住本心 别看现在风光 迟早会出大事 少爷 您还会看面相呢 我怎么不知道啊 你不知道的多着呢 这三个人走了一点也不可惜 叶浩轩迟早会因为他们倒大美 我们没有顶流 就自己捧顶流 樊少爷 哪有您说的那么容易啊 虽然说我们是资本 但也不能捧谁谁就能火啊 依我看 还是赶紧找到他们的经纪人 砸个上百亿 说不定还能把人抢回来 张松文知不知道 张松文 谁啊 一个演员 虽然现在名气不大 但演技很好 你去联系一下 争取把他给签下来 樊少爷 演技派 风险很大的 不如偶像派 只要长得好看 就有机会出头 这演技派 又得需要好的导演 好的剧本 还得出几个全民大爆款 才有机会出头 让你去就去 有我在 这些都不成问题 您说的张松文 是他吗 您说的张松文 是他吗 没错 他出道二十多年 出演过的剧寥寥无几 连一个像样的奖都没有 您确定这什么 张松文 比正双 无一帆李佳琪更有价值 像松文老师这样的演员 才是真正能为公司创造价值 打造企业文化的好演员 快去吧 好 您是董事长 您说了算 等等 还有 把高业 林家川 苏小丁 孙岩 一并签下来 这些人都是谁啊 是咱们接下来 拍电视剧的主演 咱们要拍电视剧了 可是剧里一个鼎流都没有 不会有观众愿意买单的 我拍戏从来不用鼎流 不用鼎流拍戏 您用谁啊 谁演技好我就用谁 您拍过电视剧吗 没有 我告诉你啊 这拍电视剧 得天价片酬邀请鼎流 拉拢资本投资项目 他们投了 咱们才能赚拍摄费 钱到账之后 鼎流的钱照发不误 剩下的 咱们三期分成 怎么才七成啊 七成那是人家的 能达三成 还得看鼎流的脸色 谁的脸色 鼎流啊 我辛辛苦苦拍一部戏 还得套着天价费邀请鼎流 对啊 还得看他们脸色 那我不成跪着要饭的 那您要这样说 这拍电视剧啊 还真就是跪着要饭的 就这 多少人想跪 还没这门路呢 我好不容易成了老板 怎么还不如一个明星呢 怎么还不如一个明星呢 这在大家眼里啊 您是老板 可是在鼎流明星眼里 您就是跪着要饭的 挣钱嘛 生意不寒碳 好 那我问你 我为什么放着一千万不拿 非要跟叶好轩掰一手腕 抢叶家家产 嗯 我就是腿脚不利索 跪不下去 那要你这么说 咱们还是别拍电视剧了 换个门路 我就拍电视剧 我有好演员 有好剧本 用心拍摄 用心制作 我就不信赚不到钱 咱哪来的好剧本啊 哼 狂飙 少爷 这么好的剧本 您从哪弄来的 我自己写的 您还会写剧本呢 我会的多着呢 张松文 高叶 苏小丁 孙岩 不是 这都什么人哪 听说 叶凡准备请这些人 去拍电视剧 傻逼 他手上现在一个顶溜都没有 就凭这几个听都没听说过的演员 就要拍个电视剧 我看他呀 真是赢了两次 飘得不行了 以为自己做什么都能成 让人去查一下 看看这几个人 现在所属哪个经纪公司名下 干嘛呀 当然是截胡了 叶凡没有那么好对付 能给他添乱 为什么不做呀 好办法呀 那就按你说的 少爷 少爷 不好了 您吩咐签约的那几个演员 都被截胡了 截胡 是叶浩轩的星光娱乐 咱们公司 估计是有叶浩轩的人 我下命令的时候 可能是被泄露出去了 没事 不怪你 咱们想找什么演员 瞒也瞒不出 有机会抢回来吗 有 这几个演员 都是同一家经纪公司旗下的 老板 叫张大亨 因为是咱们两家 都在抢他们家的演员 所以开出了很夸张的价格 目前叶浩轩 他还在犹豫 什么价格 签字费 五千万一个人 之前这些人里 最贵的签字费 也就才五十万 这人坑我也就算了 您叶浩轩都敢坑 他们不怕叶家 他好像是有黑色背景 另一个身份 是乾隆帮的帮主 手下有上百号的小弟 如果非必要的话 叶浩轩也不好招惹他 谁让你们进来的 有预约吗 张总您好 我是夜市影视的总裁叶凡 关于张松文 高夜这几位演员的事 想过来跟您谈谈 我没空 出去 张总 我们是来找您谈生意的 我说出去 看来张总 是不想的 留命 张总 谁让这两个人进来的 张总 他们说要和您谈合作 我同意了吗 他们说 我 同 意 了 吗 没有 赶出去 是 两位 请吧 希望张总 不要后悔 区区一个私生子 还没资格让我后悔 垃圾 樊少爷 这 没事 我要的就是他这个态度 被车 去哪儿啊 程主府啊 在豫州 我就不信他张大鹤能大得过范德彪 好吧 来叶兄弟 恭喜你拿下夜市影夜 从此以后啊 又多了个赚钱的门路 范城主 不瞒你说 这顶钱 对于我来说真的不算什么 我竞争这个家产 主要是不想让那夜昊轩得意 怎么啊 范城主不信啊 与樊少爷的赚钱能力 一天之内就能赚几千万 是我亲眼所见 叶兄弟有什么赚钱的门路 来钱这么快 炒股 不瞒你说范城主 我炒股这么多年 一次都没有亏过 三年 净赚五个亿 卧槽 叶兄弟你牛逼啊 还行 不瞒你说 我还专门请了几个专业人士帮我炒股 这弄得不仅没怎么赚 甚至还亏了一下 你这到底用什么方法 快教教我呀 可能 是我天赋异禀吧 哈哈哈哈 哎呀你到底有什么门路 快给我说说呀 炒股非常的浪费精力 范城主公务这么繁忙 没有时间学习 有时间 我有的是时间 来 叶兄弟 来 怎么了 谁啊 还给挂了 公司最近有点小事 不用管不用管 今天来范哥家里吃饭 开心 来 我再敬范哥一杯 哈哈哈 还是公司的事 打了这么多 想必啊 是有什么要紧的事 不行你先接 咱们兄弟之间不介意这个 行 多谢范哥体谅啊 怎么了 有什么要紧的事 有事你就说 老哥能帮上忙的 绝对不含糊 确实有点急 哎呀不过这点小事 不劳烦范哥操心了啊 哎 叶兄弟 你这是拿我当外人啊 你范哥我 在玉州 多少还是有限能量 有什么事尽管提 行 这样范哥 我最近不是签了几个演员吗 嗯 价钱本来已经谈好了 可他们老板 突然就狮子大开口 一个人要我五千万 什么人这么大胆 坑人坑到我兄弟头上来了 坑人坑到我兄弟头上了 华为经纪公司 张大亨 华为经纪公司 是张大亨的公司 嗯 没错 那小子不走正道 我一直啊 都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不过今天 他既然欺负到我兄弟头上了 我现在就给你把他叫过来 今天这事 我一定给你办好 张总 要耗轩那边不接收五千万一人 最多一千万 您看 一千万就一千万 能卖这么多 已经很出乎我的意料 张总 叶凡那边对这几个人很感兴趣 说不定愿意出更高下 咱们为什么直接给赶走了呢 哎 你懂什么 叶凡只是一个私生子 论投资价值 跟嫡系出身的叶浩轩 就没法比 我给叶浩轩抬价 可以说是叶凡那边给的多 但要钱给叶凡 就等于说咱们彻底得罪了叶浩轩 原来如此 张总英明 范城主 你有什么事吩咐吗 我给你十分钟 立刻赶到我家 若是鱼气未到 你的公司也别想开下去 这是我做错了什么事吗 你做错了什么事到了自然之道 别废话赶紧滚过来 快快给我备车 是 我讨厌 别急 今天这事 保证给你解决 范爷 范爷 叫我来是有什么事吗 你 认识他们 叶凡 叶家的孙生子呀 范爷 这 他 是叶凡 是我兄弟 比亲兄弟还亲的那种兄弟 现在 你认识他们 认识了 认识了 这位是范爷 范爷 上午多有得罪 还请您原谅我 张大亨 胆挺肥呀 连我叶兄弟的约都赶毁 再过两年 你是不是连我也不放在眼里了 不不不 范爷 这 误会 都是误会呀 都是叶好轩指使的 我不管你什么误会不误会 给我叶兄弟道歉 他要是原谅你了 一切都好说 他要是不原谅你 你这些年 在玉州也没干什么好事吧 范爷 我自罚一中 少无的事 是我做的不对 那五个演员 我分文不缺 全送给你 早这样不就好了 来 咱们 一杯敏恩仇 好好好 一杯敏恩仇 ét叶 张总 不好意思啊 手滑了 要不 您帮我捞一下 没事 趣闹问题 我来 我来 用手 用手 在这个鱼丸飘上来之前 捞上来 樊叶 这 没这个必要吧 我叶兄弟让你捞 是赏你脸 你要是不捞 也可以 想好后果就行 樊叶 我拿出来 我给你倒门 酒 我就不喝了 看在张总这么有诚意的份上 这事 过去了 谢谢樊叶 谢谢樊叶 还不快滚 是是是 樊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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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公司还有点事 那我就先走了 你多坐一会儿了 你忘了樊叶 我还在忙着给你赚钱呢 那我就不堕留业兄弟了 有什么事随时找我 一定 走 范哥的股票记得上点心 按我的吩咐去买 绝对不能亏 樊少爷 您手里有范城主的把柄 直接威胁不就好了 为什么还要大费周章 帮他赚钱呢 为什么还要大费周章 帮他赚钱呢 靠威胁得来的关系 都不长久 范德彪好歹也是一成之主 位高权重 我要是继续威胁他 他固然会帮我 但是他甘心 会被我威胁一辈子吗 再这样下去 他只会想办法除掉我 所以 我一定要给他赚钱 要给他带来利益 这样我们才是利益的共同体 他不仅以后 不会想办法除掉我 还会尽心尽力的来帮我 樊少爷英明 什么 那几个演员全让给叶凡了 赵大鹤 老子弟子都给你打过去了 丁金 稍后我会退还的 叶浩全 我劝你不要和叶凡作对 他 我 我 你惹不起 我 我 喂 喂 哄你他妈给叶凡 怎么回事儿 我们都谈好了吗 老子怎么知道 哎呀 谢凡 妈他 你要拍剧是吧 好啊 老子也拍 请大牌跟他同期上 我看他怎么办 你准备请谁啊 郑霜 吴亦凡 李佳琪 还有 反正手上的鼎流全给他安排上 我还是不信不报了 这些人 都自带粉丝 从知名度上来说 确实比他请的那些拍的狂飙 是要好很多 啊 什么 狂飙 啊 我听说了 这个本子是他自己写的 而且 花了五千多万拍的 哼 这个傻逼 他懂个屁的剧本啊 他输定了 新闻 今日头条 星光娱乐赤子两翼 筹备大型电视连续剧 欢喜宋四 今日杀青 欢喜宋四 那部豆瓣平分五点九的烂篇 叶浩轩赔钱还真是一把好手 叶浩轩 这是摆明了要狙击我们呀 怕啥 让他狙击又如何 区区欢喜宋 咱们狂飙 把他吊起来打 你们不会 是想和欢喜宋 同一天上映吧 会不会太冒险了 你认为不行 咱们狂飙 虽然说质量不错 但是 无论从演员 还是IP上 都没有任何的流量加持 只要是真和欢喜宋 同一天上映 受视率肯定会大受影响 到时候很有可能亏本 我觉得还是避开比较稳妥 放心 同一天上映又如何 他们欢喜宋 能不能上映 还是无问题 您的意思是 叶凡 今天就是欢喜宋 和狂飙上线的日子 我这到死都想不明白 你是凭什么敢跟我对着干的呀 张松文 苏小丁高业 就凭这几个人 也敢拿出来 碰瓷 正双 吴一帆 李嘉欺 这几个人的人气啊 根本都不是一个亮起的 这几个人的人气啊 根本都不是一个亮起 人气高又怎么 我找的这些主演 无论是从演技 还是责任心 都吊打你手下的那些顶流 叶凡啊叶凡 亏我 还把你当对手 看来你是根本都不了解影视行业的 影视行业的话 根本比的不是演技 而是人气和流量 白痴 没有明星 你以为大家喜欢看什么呀 我这次可是找了业内人士评估过了 你的狂标 虽然剧情还可以 不过最多也就回收个几百万吧 我的欢喜送 爆款IP头不顶流 去业内评估 票房至少得十个亿 我就想问一下 你拿什么跟我比呀 专业人士 十亿票房 叶浩轩 时代早就变了 以前靠顶流收割票房的时代已经过去了 以后的影视剧是内容为王 我的狂标 会把你的欢喜送吊打得他亲妈都不认识 是吗 咱们两个的剧同天同时上映 数据一会儿就出来 等一会儿 我看你还怎么得意 叶梵 你这是亏大了 公司第一个影视项目就失败了 你到底以后怎么服众啊 收视率出来了 狂标是第一 以碾压姿态取胜 现在全网都在热议 狂标高启强 张松文老师的演技 疯神了 怎么可能啊 欢喜送呢 全是差评 剧情狗血 一塌糊涂 严重脱离实际 三大主演的演技 烂得难以下咽 没关系 这三大顶流 还是有不少的死忠粉的 这即使 大包不了 最起码也能回本呀 大嫂 你确定吗 大嫂 你确定吗 你什么意思 我的意思是 你们的麻烦恐怕不远了 正双待孕 涉嫌偷税漏税 目前已被封杀 还收支纳金并处罚 二点九九医院 正双都出事了 你们的欢喜送 还能继续播出吗 少爷 所以您早就知道 正双会出事 才放任他被叶昊轩给牵走 才不怕欢喜送 正双这个婊子 他是不是脑子有问题啊 今天上映 今天给我搞出建筑事情 这个正双在内狱算是彻底完了 那这个时候出现这种事情 这欢喜送 全都打水漂了 没事 两一二一 我亏得起 少爷 大事不好了 慌慌张张的怎么了 天塌下来了 可是 你要人家说嘛 说不定真有大事呢 我交于我的手下 关你什么事啊 别上冷静去 好了再说 少爷 我冷静好了 说吧 吴亦帆和李佳琪出事了 吴亦帆涉嫌强奸 剧中卖银 偷税漏税 并处罚有机徒刑十三年 加收支纳金 并加罚款 公积六亿元 李佳琪在直播间 因为不当言论和网友兑现 二十四小时内掉粉超过百万 这 什么 什么 这么重要的事 怎么他们不早说呀 是您不让我说的呀 你 还敢给我顶嘴 滚 给老子滚 公司在他们三个人身上 投资超过十八亿元 就这么打水漂了 喂 哦 好 少爷 狂飙 引发全网热议 张松文 高业 苏小丁 孙岩 他们全都火了 现在要请您吃饭 表达感谢呢 吃饭 就不必了 告诉他们啊 以后继续努力 还有更好的剧本 等着他们呢 龙腾地产 少爷 你要买房吗 狂飙大爆 股票也涨了十个亿 你最近表现不错 我决定 买套豪宅送给你 送我 少爷真好 走 先生您好 我叫楚月 是这里的三号销盛 您看您需要 什么样的户型 我可以为您 详细介绍 要 别墅 一定要 视野开阔 当然有 请随我来 这里是云雾山 是我们龙腾地产 最豪华的别墅区 高端典雅 低调奢华 是豫州 最顶级的别墅区 我喜欢 那就来一套吧 好 一定要是最好的 先生 我们这儿最好的别墅 要八千万一套 有什么问题吗 有什么问题吗 没 没有 先生 您随我来 我这就带您去签合同 少爷 楚月 我要买别墅 快来给我介绍介绍 欧阳月 你先等一下 我服务完这位客户再说 把手给我拉开 楚月是老子的人 谁准你动他 谁是你的人 我跟你可半点关系都没有 楚月 你要搞清楚 我买套别墅 能拿多少提成 他买套廉价房 你又能拿多少提成 更憋天 你要是把我服务好 那好处 欧阳月 你可闭嘴吧 这位先生买的是别墅 价值八千万的别墅 你凭什么瞧不起人家 不可能 他能拿得出八千万 我知道他 他是叶家内不受宠的私生子 能拿出一百万就顶天了 你可小心被骗了 别到时候吃干抹尽才发现 没钱买房 区区八千万 樊少爷不到一天就能赚的 就凭他这废物私生子 呸 楚月 我可记得买豪宅是要先验资吧 为了你的业绩 我可足足准备了八百万 那 我要求马上验资 并且你亲自为我服务 小子 看到了吧 没钱就别出来装逼 你怎么知道我是在装逼呢 就凭我一口气能拿得出八百万现场验资 八百万 这么点钱 有什么可验的呀 楚月 验资 验资 行 好好好 我倒要看看这卡里能刷出几毛钱 先生 实在是不好意思 无妨 我先来 余额八百万 小子 看到了吗 八百万 你个私生子又能拿得出多少钱 不过八百万而已 还好意思在这里炫耀 樊少爷的资产 至少是你的一百倍以上 嗯 我不太懂啊 我想请教一下 八百万的房子能住人吗 你 行 我都看你能刷出来多少钱 刷吧 没有密码 楚月你瞎叫什么 这卡里到底有多少钱 叶先生的卡里 鱼盒 足足有 十亿九千八百万 什么 不可能 绝对不可能 我要看看 是真的有十个夜 我的这套房 楚小姐能拿到两百万的提成 欧阳先生 快能买你的一套房了吧 你给我等着 楚小姐 我们 去签合同 好 叶先生 我带您去看访吧 叶先生 我带您去看访吧 好 杨秘书 你去把后续的手续办一下 狐狸精 叶先生 这沙发很软和的 要不要体验一下 叶先生 我的腿好酸 你能帮我按吗 叶先生 叶先生 您轻点 楚小姐 现在该你帮我了 叶先生 满意吗 楚小姐 是个聪明人 但是销售岗位 限制了你的发展呀 我可以给你 更好的前途 前提是 你得听话 但凭叶先生 吩咐 楚叶从此 就是叶先生的人了 吓 欧阳 怎么了 前几天不是告诉你看上一个妹子做销售的 今天去找她被人打脸了 就是你们叶家那个私生子 哇靠 她账户里居然有十个亿 这个狗东西 分走了我们叶家几十亿的财产 其实我这次来找你 就是商量着联手对付她 来 你妈妈不是负责税务司吗 可以让她出手 到时候 找个理由 狠狠地收拾叶范一顿 这是个办法 从今天起 你就在这里工作 具体的工作内容 杨秘书会安排你 是 樊少爷 樊少爷 不好了 税务司司长高雪盈来了 说明叶氏隐业 涉嫌违规 要缠封我们 税务司 让他们上来见我 樊少爷 这高雪盈人称月桌母老虎 被他盯上的 不死也得脱层皮 不用担心 哦 这个是小楚 以后是你的助理 嗯 嗯 你就是叶凡 我是 高司长有何贵干啊 你就是叶凡 我是 高司长有何贵干 少废话 税务司接到举报 夜市营业涉嫌偷税漏税 谢你一天时间之内 停业处顿 燕凡 你不是有识意吗 你不是牛逼吗 来啊 继续牛啊 燕凡 没想到吧 你就算拥有了夜市营业又能怎么样 今天 我就要你 关门大吉 高司长这是要以权谋私 替你这不争气的儿子出头啊 没错 我就是要替我儿子出头 那又怎样 我让你关门 你就得给我关门 高司长好大的官威啊 你可以不服气 但是你别无选择 我高雪盈做事就是这样 来人 把这儿给我封了 如果谁敢反抗 最佳一等 高司长先别急着查封 我这有个好东西 给你看一下 我说夜凡啊 你跟我耍这些小聪明 又有什么意义呢 我劝你最好乖乖的 赶紧把门给我关了 如果你认错态度诚恳的话 或许我也不是不能高抬贵手 高司长 这份文件你不看的话 恐怕会后悔终生啊 我说夜凡啊 你就 天衡 高司长 是大家一起过来看 还是把门关起来 我们两个单独看 你们都先出去 妈 我们出去干嘛呀 我让你出去你就出去 少废话 这 这 你这文件 什么意思 高司长自己做的事情 不会不记得吧 几千万东西 你可真敢收啊 你怎么会有这样的文件 我怎么有的你不用管 你只要知道你要执意跟我作对的话 这份文件明天就会出现在范城主的桌子上 以你涉及的金额最高得无期吧 要不要赌一把 啊 叶凡 要不这样 我立刻就带人走 以后绝不找你的麻烦 你把这些文件 全部销毁怎么样 高司长别忘了 现在是我拿着你的把柄 想要我高抬贵手的话 你得拿出你的诚意啊 你要什么样的诚意 高司长的身材 保养得可真不错呀 叶凡 你最好不要乱来 我可是有身份有家事的人 你这样做影响会不好 如果你把我逼急了 我可什么事情都做得出来 你是在威胁我 叶凡 与死网破对我们谁都不好 不如这样 我帮你对付易浩轩 你帮我包手秘密如何 高司长 我不是在跟你商量 你也没资格跟我谈条件 我是在命令你 拿出我想要的诚意 叶凡 你不要太过分了 你这样威胁我是没有用的 如果你不想两败俱伤的话 你就到此为止 我不会让你好过的 叶凡 你疯了 我不会放过你的 那里是你的全部罪证 足够你判无期了 只要我手指轻轻一点 明天它就会出现在 范城主的邮箱里 那 高司长 你或许有些人脉 但是 能帮你捡多少天星 十年 二十年 那可是几千万呢 你还一分都没花呢 叶凡 不要发 千万不要发 不要发 我走了 叶凡 我走了 你让我做什么 我都愿意 我愿意 早这样不就好了吗 来 跪下 让我看看你的诚意 好 高司长 真的让人回味无穷啊 你 高司长别忘了 叶昊轩的义轩集团 还得你出嘛 你放心 义轩集团明天一定会出事的 好 对了 还有你 还有你那儿子 可不太懂事啊 要不然 让他认我做干爹 让我这个当干爹的 来教教他怎么做人 你觉得呢 我希望你能够信守承诺保守秘密 高司长 只要你一直听话 那么这个秘密 就会一直都是秘密 妈 怎么这么久啊 那小野种认错了吧 我一定要让他跪在我面前磕头认错 是啊 高阿姨 这个废物 就得好好收拾 是不是 就是 高阿姨 就是个屁啊 给我闭嘴 我怎么做事 还有你教 妈 你干嘛呀 你不是说好今天过来帮我查封夜市影夜 帮我做主吗 还做主呢 我告诉你 夜市影夜 合法经营没有任何问题 臭小子 以后别再给我惹事了 你要是再给我惹事 我去把你赶出家门 不是 这 不 樊少爷 搞定那个母老虎了 这不是很明显吗 不愧是樊少爷啊 我就知道 没有什么能难得住你 出去买个楼 都能带个美女回来 吃醋了 我哪有那资格呀 只不过 希望樊少爷 别忘了我就行 看你表现 陈淑婷 杨萱你发什么疯啊哟 你好好说 昨天晚上去哪了 高雪英要去找夜市影夜麻烦 如果不是你提前给叶凡通风报信 那个小杂住怎么可能早有准备 自己没本事还怪我了 这件事情 除了我跟欧阳月 只有你知道 如果不是你通风报信 叶凡那个臭小子 怎么可能早有准备 叶浩轩 你脑子被驴踢了吧 我是叶家的儿媳妇 叶家倒了 对我有什么好处 叶浩轩 我是你的老婆 而她欧阳月只是一个外人 你怎么会觉得是我不是她呢 那万一就是她欧阳月 跟叶凡串通好了 故意演戏给你看 这怎么可能 这怎么不可能 她高雪英就是英母老虎 要不然她不会这么轻易地 善罢甘休的 也有道理啊 高雪英就不是个善罢甘休的主 怎么这么轻易地放过叶凡了呀 我看你啊 被人卖了 还来怪我 叶浩轩 你可真有本事 老婆 是我错了 我误会你了 你别跟我计较 你自己好好冷静一下 我出去逛街 你在哪儿 我来找你 大嫂这么耐不出寂寞 这么快就找上门了 叶凡 你是怎么搞定高雪英的 我怎么搞定的不重要 重要的是结果 高雪英不会再找叶氏影业半点麻烦 可叶浩轩手底下的叶轩集团 就说不准了 你确实是个很可怕的敌人 大厦将清 你继续跟着叶浩轩 不仅继承不到叶家的家产 还会变得一无所有 何不现在就改换门庭 还来得起 我要怎么做 我要你手里 百分之二的叶氏影业的股份 不可能 这个是我在叶家的保障 我是绝对不可能把它拱手送人的 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 上山入火 你要先交投名状 你给我股份 我保你后半生衣食无忧 你若不给 只能等着跟叶浩轩一起破产 我和他之间的差距 你很清楚 我考虑考虑 我要叶家倒 叶家不得不倒 你若是一直依附叶家 根本就没有任何前途可言 而我就不一样 你要是依附于我的话 前途一片光明 我要知道 你是怎么搞定高雪盈的 好 我告诉你 高雪盈有把柄在我手上 她不得不清 你连高雪盈的把柄都有 这么说 你是把她吃干磨尽了是吧 没错 昨天就在我的办公室里 说实话 她就像樱桃 非常可口 不比你差 叶樊你无耻 干嘛这么愤怒啊 嗯 因为你无耻 不 因为你吃醋了 少胡说 你利用我 你威胁我 我怎么可能会吃醋 别想太多 吃醋有时候 不是因为喜欢 而是占有欲在作祟 想一想 你现在是不是特别想让我 带着你去我的办公室 重复一下 昨天我跟高雪盈一起做的事 你喜欢女仆妆 就是喜欢被征服 这种快感 只有我能给 叶浩轩要是能给 你还会去别的地方 找男人 这是我为你练的腹肌 喜欢吗 叶樊 带我去你办公室 只要你能征服我 什么都可以给你 去办公室干嘛 做你和高雪盈 昨天做的事情 家里环境不是更好吗 何必去办公室 不 就要去办公室 我要比高雪盈 要的更多 我说回刚刚的话 高雪盈远远比不上 如果她是樱桃 你就是更加鲜嫩多汁的水蜜桃 叶浩轩怎么样了 还能怎么样 她这个混蛋 以为是我把秘密洗漏给你的 自己没本事 现在正在怀疑欧阳月呢 欧阳月 怎么 又有什么坏想法了 叶凡 妈我们约的人是她 闭嘴 叶凡 你在电话里支支吾吾的不肯说明 非要把我们约到这儿来 说吧 到底有什么事 有件事啊 思前想后 觉得还是有必要当面提醒你们一下 有屁块放别卖关子 这件事 涉及你的人身安全 我 谁敢动我 叶浩轩 你放屁 叶浩轩是我好兄弟他能动我 哎 高司长 你儿子一直窜斗你来针对我 最后都无疾而终 你又有把柄落在我手里 这一切 是不是都是像 我提前得知了消息 准备好的 妈 你有什么把柄啊 欧阳月 这件事 是你跟叶浩轩商量好的 除了你们没有其他人知道 那么我又是怎么知道的 你是说 叶浩轩他出卖我 嗯 我跟高司长之前可是没有任何接触啊 我怎么可能提前准备好把柄 叶浩轩和你是死对头 他怎么可能会把这样的东西交给你呢 哼 正是因为我们是死对头 他才会交给我 这叫借刀杀人 让我们之间争个鱼死网破 他叶家 坐收渔翁之力 为了争家产 老爷子设下三次赌约 前两次叶浩轩都输给了我 所以他不得不使盘外出 这件事你应该有所耳闻 没错是有这么回事 正是我看穿了叶浩轩的阴谋 所以才选择 大家主动和解 全盘拖出 对了 这里还有证据 我跟陈淑婷经常通话 如果刚刚我是骗你 那陈淑婷为何经常找我 他总不能是因为看上我了吧 叶浩轩你这狗东西 竟敢跟我玩借刀杀人 好好好 这笔证我一定要让你将倍偿还 你刚刚说叶浩轩会对小月出手 没错 陈淑婷还告诉我 明天叶浩轩会约你出去见面 实际上是要对你下死手 叶浩轩你欺人太甚 高司长 既然答应了跟我一起对付叶浩轩 那我们就是合作伙伴 我思前想后啊 觉得还是有必要提醒你们一下 严禁于此 告辞 叶少我送你 浩轩不好了 怎么了 我之前不是说叶凡和欧阳月他们两个联手了吗 然后我就暗地里收买了两个人去跟踪他们 你猜怎么着 怎么了 他们给我发来了这张照片 啊 好你个欧阳月 竟然真的是在骗我 笑不是我老婆 我现在还被你蒙在鼓里 我气死我了 好了老公 别气了 喂 什么 高雪莹查封了一泉集团 我 这 这个贱人 老公 这肯定是欧阳月搞的鬼 我们不能不出这口恶气的 那是当然 欧阳月这个杂种 我非得让她给我一个说法 我现在就去找她 我非要问问她怎么回事 哎 老公不行 你现在去找她 她肯定不会认账的 而且她肯定有所准备 这肯定她不会认的 那怎么办呀 不如这样 你假装邀请她出去 把她带到人少的地方 多带点人围住她 不怕她不认 你说的对呀 老婆 还是你想得周到 欧阳月 看老子怎么收拾你 喂 哎 老虎 好 今晚帮我多团几个人 办事 嗯 不是 嗯 嗯 这个晚上啊 我发现了一个新的美女 要不要一起去玩 妈的 叶凡说的果然没说错 叶浩璇 你个该死的狗杂死我 美女呢 胡阳岳 你知道我为什么今天找你出来吗 为什么 你和叶凡联手出卖我 你还不知道为什么 胡阳岳 老子今天不弄死你 老子就不叫叶浩璇 这 叶浩璇 你装 胡阳岳 你个狗东西 你出卖我还敢打我 老子 老子今天非弄死你 叶浩璇 亏老子那么信任你 你竟然敢向叶凡出卖我 还联合起来算计我 你以为我那么好骗 你以为我跟你一样传吗 我 我出卖你 明明是你出卖老子 老子证据都有 你还敢在这儿污蔑我 好 胡阳岳 老子今天就让你再也开不了口 来人 给我弄死他 你以为就你提前准备了 老子也有人 来人 给我弄死他 你以为就你提前准备了 你杀人了 杀人了 什么 痛了人 我 我不是故意的 我 我就是一双棋 人现在什么情况 不知道 废物 我怎么生出来 你这么个废物 看来 你是被叶凡给算计了 叶凡 跟他有什么关系 我的首人朋友 打电话过来说 现场找到了目击证人 正是叶凡 正是叶凡 他怎么说 他说 他到现场的时候 欧阳岳浑身是血 倒在地上 而你在阻廊里牵叫 什么意思 什么意思 他放过我了 叶凡啊 这事与你有关 你现在应该关心的 不应该是凶器吗 果然是这样 说 你想干什么 有什么事见面说吧 你要给我老实在家待着 哪儿都不许去 叶凡 那把匕首 是不是在你手里 有没有证据能证明叶浩轩杀人 只在我一念之间 那可是你哥呀 你绝设计陷害他 我哥 别以为我不知道 你设计这场赌约 就是为了让叶浩轩 能名正言顺地 接受你的产业 你打从一开始 你就没打算让我赢 好吧 什么条件 你才能够放过了浩轩 很简单 我要叶浩轩手里 百分之二的 夜市饮业的股份 什么 你要掌控夜市影业 没门 夜市影业 那可是我夜市的核心企业 怎么 在你心里面 你儿子还没有 百分之二的股份重要吗 你要是实在不愿意的话 也没关系 那我就如实地告诉叶浩轩 在你心里 他的价值 还没有百分之二的股份重要 好吧 这一局 你赢了 我会把股票给你 但你必须销毁证据 证据 我不会销毁 股份 我今天也必须拿到 不可能 不销毁证据 你今天别想拿到股份 证据在我手里 你没有资格跟我谈条件 要么 把股份给我 要么就看着叶浩轩 进监狱 唷唷 叶凡 我还真小瞧了你了 股份 我会给你的 房少爷 等咱们拿到股份之后 再想办法把叶浩轩送进去 到时候叶氏的家产就全是您的了 你认为我最大的敌人 是叶浩轩 难道不是吗 没有叶红卓给他撑腰 他叶浩轩凭什么跟我都那么久 那老东西一直偏袒叶浩轩 根本就没有想着把家产交给我 即使是现在 估计他心里也在琢磨着 怎么把我的股份给收回去 那我们怎么办 当然是宝叶浩轩 没有那废物拖后腿 怎么保证我们一直打胜仗 樊少爷 这是叶氏隐叶的股份转任合同 大嫂 我在家等你 大嫂今天的妆容跟服装 看起来很好吃 我可是为你精心准备过 看起来 有多好吃 那得等吃过之后 才知道到底有多好吃 那你还在犹豫什么 先聊正事 叶氏隐叶现在我已经绝对控股了 叶红卓一定会让你赶紧把你百分之二的股份交出来 但是那股份已经在我手里了 所以你在叶氏集团已经没有立足之地了 以后不要再去叶家了 那我该怎么办 自然是金屋藏郊 当我的私人宠物 宠物啊 那你打算怎么宠我啊 自然是用最让你羞耻的方法 姐 你好坏 姐 你好坏 喂 老婆 你去哪儿呀 我店里最喜欢的酒店 你咱们今晚 老公 我今天有事 我明天一定回去啊 你放心 你那边什么动静 没什么 告诉他你在做什么 你疯了 告诉他我想听 反正你也回不去了 喂 老婆 你在跟谁说话 叶昊轩 你别叫我老婆 我不是你老婆 我听了恶心 什么 怎么 你就是一个靠着家世 作威作福的二世祖而已 你除了吃喝玩乐 什么都不会 你没用了叶红卓的支持 你一无所有 陈树婷 你找死吗 信不信我一句话就把你扫地出门 怎么 抽到你痛出了是吗 气急败坏了啊 你啊 整天就知道靠着家庭的势力为虎作娼 人五人六 看不起这个看不起那个 你知道背地里兄弟怎么看你的吗 没有一个是扶你的 你算什么东西 你给我闭嘴 你给我闭嘴 我告诉你 你这个人能力不行 床上也不行 我每次还要假情假意的配合你 然后跟你结束之后 我还要偷偷地满足我自己 你还算是个男人吗你 陈树婷 你在找死 怎么 你有本事你来找我呀 我告诉你 我现在就在叶凡的床上 你来找我呀 你气死我了 陈树婷 又发生了什么 爸 陈树婷那个贱人背叛了我 陈树婷 她做了什么 她背着我跟叶凡搞到一块了 叶凡 糟糕 赶紧联系陈树婷 让她赶紧回家一趟 还联系那个贱人干什么 她背着我跟叶凡搞到一块了 我现在就是弄死她 陈树婷手里有叶氏营业百分之二的股份 只有拿到这个股份 我才能控制叶氏营业 我这就去找她 这是叶氏营业的股份转让合同 你签一下吧 把那百分之二的股份还给我吧 找我就为了这个事 不好意思啊 我签不了 当初给你股份是因为你是叶家的媳妇 现在你竟然出轨了 就应该把股份还回来 我现在是叶凡的女人 同样也是叶家的儿媳妇 你 你个贱人 刀副 其次 股份已经不在我手上了 签不了 你说什么 股份不在你手上 那在谁手上 不好意思啊 她的股份 在我手上 你个小野种 你说什么 我说 她的股份在我手里 这是股份转让协议书 你们好好看看 你个贱人 谁让你把股球转出去的 叶浩萱 我怎么做 轮不到你这个废物来说 更何况我们现在已经没有任何关系了 跟叶凡快会一晚上 比跟你一年 都来得多 陈淑婷 我杀了你 有话好好说 动手可就不对了 从今天起 夜市影夜我叶凡说了算 爸 董事长的位置 可以让出来了 属于你的时代 过去了 你以为自己控股了夜市影夜 就可以为所欲为了吗 谢凡 你高兴得太早了 高兴得早不早事实说了算 明天我要召开股东大会 你这个第二大股东 可别缺席啊 叶凡 走 你不得好死 对了 差点把昨天晚上给你准备的惊喜给忘了 跪在地上的大嫂 真的很严 叶凡 总有一天 我要杀了你 哦 还有件事忘了告诉你 你的好兄弟欧阳岳 其实并没有出卖你 你说什么 你所看到的 都是我让 你的好妻子 专门拍给你看的 叶浩轩 以后啊 多长点心眼 啊 浩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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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要 先说正事 嗯 等我把夜市影业收够了 整个夜市集团 就都是我们的了 到时候 我把你关在房间里 三天三夜 彻底满足 好 我在等你 宝贝 那你告诉我 夜市影业的高管里面 哪些人的影响力最大 有三个 总经理 江明远 人事总监 蔡宇哲 财务总监 关正陶 江明远 是公司的中有砥柱 三十多岁 做事很精明 夜市影业 绝大的业绩 都得靠台 蔡宇哲 做事比较呆白 年纪相对较大一些 但是 他是叶洪拙的绝对心腹 关正韬 能力比较强 是个年轻人 做事比较激进 性格比较冲 嗯 喂 张大亨吗 帮个忙 江明远 蔡宇哲 关正韬 帮我查清楚 哎 樊少爷 嗯 已经按照您的吩咐 把那三尾带上去了 这是你要我查的东西 这次 多谢你了 那里的话 能为樊少爷办事 那是我的荣幸 以后 能用得着的地方 樊少爷 随时开口 我老张 绝无二话 樊少爷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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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吃啊 哎 樊少 有什么话 你就直说吧 各位都是夜市影业的高管 在集团的影响力都很大 那我就长话短说 我已经控股了夜市影业 打算跟叶红浊对着干 各位几位 表个态吧 不瞒您说 老爷子 他对我有知欲之恩啊 老爷子把持公司多年 经验丰富 他才能带领大家一起赚钱啊 凡少爷 人不能太贪心 会倒霉的 江总 集团的总经理 劳苦功高 勤勤恳恳 可以说是夜市影业的第二人 位高权重对吧 杨秘书 酷强了 年薪百万 人生赢家呀 可是您的账户里 怎么会有超过一亿的存款呢 江总 您贪得够狠了 这 我爹知道了 该怎么办 樊少 求您饶了我 以后 我为您马首是瞻 我敬你 老江啊 不是我说你 跟你比啊 人家老蔡就好多了 那他对我爹那是忠心耿耿 言听计从啊 人家公司的钱一分都不多呢 这个女孩长得可真漂亮 对吧 蔡总 你怎么有 师范大学 今年十九岁 老牛吃嫩草啊 听说你一不小心把人家肚子搞大了 现在人家憋着你离婚 不离就索赔分手费五千万 这个事呢 我已经帮你解决了 真的 老蔡啊 以后找女人 小心一点 是是 那个 樊少 我也 我也敬你 你们几个人 我最敬重的就是人家老官 不贪财 不好色 有原则还守规矩 有言不尽 这种人 是最不好对付的 幸好我朋友多 有人帮我解决这个麻烦 扔下去 看什么 吃 吃饭 吃饭 我服了 服了 服了 吃饭 吃饭 官总 跟您开个玩笑 快把官总扶过来呀 哎 哎哎哎哎 嗯 还请各位多多支持我 一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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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定啊 吃菜吃菜 江总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这个叶帆 到底是哪里冒出来的 竟然敢跟老爷子搬手啊 管他是谁 也是影业 老板只有一个 那就是老爷子 不错 必须是 别说了算 说了算 庾 错吧 错吧 可能有人不认识我 自我介绍一下 叶凡 拥有夜市影业 百分之五十一的股份 今天董事会的目的 就是想告诉大家 以后夜市影业 我说了算 谁赞成 谁反对啊 你算个什么东西 夜市影业是老爷子 一手打造出来的 在这里我们只服老爷子 也只听命于老爷子 夜市影业这么大的公司 也得有一个有经验有资历的人 才能有更好的发展 而不是你这样的矛头小子 我认为你不行 叶凡啊 听到了吧 不是我不让你坐这个位子 是公司大家都不同意啊 得知董事会今天能见到您 属下特意备了重礼 这是五一山的茶中之王 长寿梅 共七斤六两 祝您俯首绵延 董事长 这是长白山的千年人参 有滋补一血 根治百病之功效 祝您身康体健 千年人参 人间极品 谢谢你啊 还惦记着我 您这是哪里话 二位 二位能得老爷子赏识 以后定然会平步青云的 提前空喜二位了 谢谢江总 谢谢江总 谢谢蔡总 巧了 我也为老爷子准备了一份厚礼 送上来 此物 乃是我在欧洲 花重金为老爷子购下的 汗血宝马 祝老爷子老祭福利 早日休息 叶凡 你是瞎吗 这叫马 这分明就是一头羊驼呀 叶凡 你送我一只羊驼做什么 老爷子认为 这不是马 这是不是马 不是在那明摆着的 我没时间跟你瞎功夫 既然如此 那就让大家说说 这到底 是马还是羊驼 你想干什么 认为是马的 站到我身后 认为是羊驼的 站到叶昊勋身后 你还敢跟老爷子玩这一套指鹿为马 这是不是傻了 云凡 你想跟我争钱还太早了 你呀 还是好好做好你的股东 不要想插手公司的事务 就是 江总 走啊 哎呀 我看呀 这分明就是一匹马 这 江总 江明远 你敢背叛我 哎呀 樊少说 是马 那 就是马了 樊少爷 说的没错 老季福利 别置在千里了 早日休息 马 好马 好一匹神卷的汉泉王马 没错 好选少爷 这分明是马 你怎么能乱开口啊 你们 看来大家都觉得这是一匹马呀 老爷子 您觉得呢 你们这群王八蛋 居然敢背叛我们 江明远 你祖经理的位子还让我爸给他 你就这么报答他 还有你蔡宇哲 你跟了我爸十五年 你现在跟在叶坊后面 一口一个少爷叫上 你不要脸呀你 叶少 良情则母而期 贤臣则主而逝 我们对老爷子没有意见 但继承人这个位置 樊少爷 比您合适 是啊 叶少 您遇到事情 只会无能的狂怒 像您这样的人 怎么能值得我们信任呢 你们一群白眼狼 爸 快快开除他们 闭嘴 爸 你打我 打的就是你这个废物 告诉你多少次了 于是要冷静 要动脑子 可你错到了吗 还都开除 你是猪啊 都开除了这么大的公司 你一个人怎么管你 到现在还不知道 你在哪里输给了叶凡 我叶红烛精明了半辈子 怎么生出你这么个废物 叶凡 真没瞧出来 不知不觉 我的手下全都让你给笼络了过去 现在 我能当集团董事长了吗 董事长这个位置 董事长这个位置要有一定的人脉 你还太年轻 再等几年 到时候 我会考虑 要不要把董事长的位置 传给你 人脉 不知道你说的是不是这个 樊少爷 听说你今天接手了叶氏集团 我代表税务局前来祝贺 还请樊少爷以后多多配合 樊少爷 我乾隆帮前来祝贺 以后有什么用得着的地方 直接吩咐 樊少爷今天出任董事长 怎么也不提前言语一声啊 我来的仓促 没有背离 希望樊少爷 还不要责怪啊 怎么会 三位能来就是给我 叶凡的面子 我感谢你们还来不及呢 叶兄弟 是我的兄弟 以后有什么需要 尽管言语一声 甭管他黑的白的 死的活的 我范德彪 一手摆平 口血型 正当恨范德彪 税务司司长 乾隆帮帮助 和有范城主 三位举足轻重的大人物 都来给樊少爷捧场啊 就连老爷子 也没这么强的人脉吧 叶凡是我的兄弟 以后谁敢跟他作对 就是跟我范德彪作对 跟整个玉州权贵作对 我想他出任董事长 不会有人反对吧 不会不会 樊少爷当董事长 我第一个赞成 没错 我们都赞成 老爷子 请让位 老爷子 请让位 老爷子 请让位 老爷子 您说的对 当董事长呢 光有能力还不够 得有人脉 我的人脉 足够叶氏在玉州立足 叶凡 你赢了 不 不可能 我才是叶氏的继承人 你凭什么赢我 抢了我的女人 抢了我的产业 你就是个私生子 你凭什么 大胆 竟敢对樊少爷不敬 叶昊轩 什么你的女人啊 我现在都跟你没有关系了 你要是让樊少爷生气了 我可饶不了你 陈淑婷 你只不过跟了他几天而已 你就那么死心塌地 陈淑婷 我 我 我求求你 我求求你回来吧 我 我值得离不开你 我不能没有你 跟樊少爷相比啊 无论是身体 情趣 还是能力 你都差得太多太多了 跟樊少爷在一起 我才知道 做女人的快乐是什么 谢凡 一出好戏 我恨你 今天 是我上任董事长的第一天 我决定 今天玉州全城的消费 我买单 好 好 小叶超叶破费了 小叶超叶破费了 家族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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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叶家 是我的了